这个视频,我们来聊聊苏氏的《水调歌头》,《水调歌头》是苏氏名声最大的词之一,这首词有一个小续,说明写词缘由, 秉晨中秋,欢迎答案,大醉,做此篇,坚怀自由,自由是苏氏弟弟苏哲的字,秉晨年的中秋节写下这篇词,酒醉抒情,一并怀念弟弟自由。 那时,苏氏跟心爱的弟弟已经多年未见,在这年中秋的这天,苏氏饮酒望月,感慨量多,天上月亮朗朗的照着,苏氏举杯和月亮对话, 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,把酒是端起酒杯的意思,那天上的明月是从何时开始有的呀? 我端起酒杯,向老天发问,老天当然不能回答苏氏,于是苏氏只好, 继续展开自己的想象,他说道,不知天上宫雀今夕是何年? 宫雀就是宫殿的意思,不知道在天上的宫殿成雀里如今是什么年月了? 向往着天上宫殿,苏氏说,我欲成风归去,又恐琼楼玉宇,高处无盛寒。 归去只回到天上去,琼楼玉宇是美意继承的楼宇,指想象中的仙宫, 不剩就是惊涉不住。 我想乘着长风回到那天上去,又唯恐在那天上美玉座的楼阁中,惊涉不住高高九天之上的寒冷。 我欲成风归去,透露着苏氏的一点点想心思,什么人能从风回到天上呢? 当然是仙人啦,这里苏氏以仙人之笔,一是写出自己大醉之后飘飘欲仙的精神状态,也是在表明自己清澈孤高的情怀。 可是天上虽好,却过于寒冷,不及人间的温暖人情来得亲切。 于是苏氏改口说,起舞弄清影,和似在人间。 弄清影是指月光下的身影跟着做出各种舞姿,和似就是哪里比得上。 还是让身影随着我在月下翩翩起舞吧,那寒冷的天上,哪里比得上人间好啊? 翩翩起舞停下来之后,苏氏的心思还是营绕在那月亮上。 你看那月亮,转诸阁,低起户,找无眠。 诸阁就是珠红色的阁楼,起户就是雕花的窗户,无眠只没有睡意的人。 那明亮的月亮转过珠红的阁楼,滴滴地挂在雕着花的窗子上,罩着不能成年的人。 在中秋月圆时节,都哪些人不能成年呢? 当然是与亲人分别不能团圆的人们了。 苏氏自己不宜与心爱的弟弟分隔了地,即使月圆也不能相见吗? 于是苏氏愤然发问,不应有恨,何事长相别时圆? 何事就是为什么,月亮啊,月亮,你对人们怕呆有什么怨恨吧,可是为什么骗在人们分离时那么圆呢? 月亮当然还是不能回答他,于是苏氏又自问自答了。 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缘缺,此事古难全。 人总难免有悲欢离合,正如月亮总有阴晴缘缺,这种事自古以来就难以周全。 既然自古以来便是如此,那么人应该以怎样的心情来面对这些难以避免的遗憾呢? 苏氏发出了他美好的祝愿。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缠缘。 缠缘是美好的样子,这里指月亮。 但愿人能长久健康地生活在世上,这样虽然相隔千里,彼此也能共享这美好月光。 这句《但愿人长久健理共缠缘》是本词中的经典之句,表达了素是美好的祝愿和乐观旷达的转怀。 月之缘缺不是人类能够扭转的,人之离合也总是不得已而为。 既然如此,那么人能做的就只有保持愉悦心情,保重自己的身体,长长久久存在于人间。 只要人在,情意和温暖便不会消失,总是相隔万里,也能寄情明月,心有灵犀,共享人间美好月光。 哎呀,苏氏可真是乐观旷达又浪漫呀。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清天,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。 我欲乘风归去,又恐穷楼玉雨,高处不胜寒,其物弄清颖,何似在人间。 转诸阁,低起户,照无眠。 不应有恨,何时长相,别时缘。 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缘缺,此事古难全。 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缠军。 好了,这首水调歌头,我们就讲到这里。 快去做题,拿金币吧。